电影梅兰芳明天晚上将举行焰火首映礼 在内部官片会上 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看哭了好几回 张子怡更是在紧紧看了片花之后 就说很想拉着陈红大哭一场 那这部让主创们难以自拔的影片 在拍摄过程中是否也充满着悲伤的气氛呢 日前曝光的一组幕后花絮 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星头前难得一见 两位巨星和陈导还有这样可爱的一面 原来在梅兰芳拍摄期间 整个剧组的氛围很是轻松愉快 因此之前那些有趣搞笑的桥段 也就不时上演 黎一鸣和张子怡在戏内上演梅梦之恋 凄美坎坷无缘而终 但走出荧幕的两位老朋友 却亲密的像是两个大孩子 在这样的氛围下 连离天王都难得的无厘头起来 有电 走完地他有电 对于从美国回来的张子怡 陈凯歌当然不会错过 利用讲戏的机会 普及一下陕西房言 经历一年多的拍摄和制作 这部耗资上亿的贺岁大片 即将在明天揭开神秘的面纱 接时盛大的焰火晚会将会引爆整场首映里的高潮 甜甜一时圈栏目将会在第一时间为您发来现场的详细报道 电影《梅兰芳》当中最重要的感情脉络 应该算是梅兰芳和孟小冬之间的这一段美梦之恋了 两个人因戏结缘并成为知己 但是最后还是以分手告终 作为两个人情感终结的这场分手戏 也成为了影片当中尤为重要的一笔 那今天我们就要带您去片场 看一看黎明张子怡是如何为这段感情画上句号的 当晚拍摄梅兰芳和孟小冬的分手戏 作为影片最关键的一场情感戏 导演在每一个眼神动作等细节之处都有精细的要求 身体退出之后看他们这一眼 那是要深深地记住这个人的 没有永远没有自己的 子怡当你的眼睛面对镜头的时候 你是全放出来 对于这个人所有感受都在你 尽管台词加起来不到五句 但要做到让导演满意 可是相当不容易 好来 再来一次 行 以这个咱们再来一次 就是那一个点上我们再拍一下 好 好 好 就在这样的要求下 一个简单的拥抱 黎明和张子怡就抱了十几次 仔细的观众一定看得出 当晚是在冬天拍夏天的戏 因此演员都身着单一在室外拍戏 可您瞧张子怡和黎明 倒是还能苦中作乐 大冷的天这就跳起来了 看来两人在梅兰芳剧组的这段时间 私下里相处得很不错 当晚不光戏中的梅兰芳与孟小冬要分手 巧合的是这场戏拍完 张子怡的戏份也全部杀青 因此戏离戏外 黎明和张子怡都要在当晚道别 待会他会演得很好这个镜头 因为你真的走了 对啊 剧组还十分隆重地准备了红酒 祝贺张子怡杀青 今天晚上是梅兰芳与孟小冬告别的夜了 也是我们和张子怡老师 但是实在关注梅兰芳的影迷们 到时可千万不要错过